我要讲什么样叫做 酥香果乐 我在电台已经开了11年了 我每一个月我要讲两个礼拜 酥是蔬菜的酥 蔬菜吃得很香 但很可怜又不来到美国 我们的蔬菜都不香了 吃起来都差不多 我等于告诉你命运 你只要跟我学你回去 蔬菜又回到台湾早期的那种 蔬菜的香味 今年由十大校友会主办的国庆小花博 云艺达人黄以法介绍了 如何将蔬菜种出家乡味 希望帮大家找回早期的菜香味 错过的民众可能只有私下请教了 当天校友林秀英 主讲芽菜的栽种及保健养生 他表示芽菜苗含有丰富的 矿物质与维生素 其中丰富的酵素含量 是人体维持健康 避免老化的重要营养成分 今天就是说我们很高兴 就是说能够参加这个 108年的国庆 休斯林地区所举办的一连串的活动 贡献了一个节目 就是叫国庆小花博 与我们两位呢 非常好的这个 非常结束的校友 黄以法教授跟这个林秀英 校友来介绍这个保养跟养生 跟蔬果的种植 林秀英同时介绍回春水的制造 现场并正送人手一杯回春水 让当天爱美女士暂时减缓了青春流失的脚步 而现场男士也毫不犹豫地喝上一杯 想看看明年能保住多少青春 林秀英 校友 为我们带来我们女生最喜欢的什么 回春树 不仅说我们今天可以学到 看良化 看脑化 看癌 看发炎 然后我们还可以学到 怎么样可以 这个永保健康 青春永住 来 谢老师给我们照相 今年的照配跟明年第八届的小包头一比 我们就知道这个回春水有多管掉 刚到休斯顿夫人不久的副餐是李布钦 表示在这项活动上看见了华人软实力及巧实力 而同时也是师大校友会校友的陈一芳主任 当天也到现场为校友加油打气 增添人气 我们还有一个跟明王子的骄傲的良语 第一就是软实力 第二就是巧实力 那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花花草草 我们刚刚那位杨宏林先生实在是 很风趣的介绍了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一个软实力巧实力的具体表现 那很感谢各位今天办这个活动 欺负我们国庆 目前休斯顿师大校友会约有100多位校友在策 大家除了自己举办活动增进情谊 未来也乐意与其他社团共同举办活动 增加校友互动范围 我们现在校友会大概登记的校友人数大概有110位左右 平常我们一年的话就举办四次的活动 就每年年初或是年底 然后三月没关系 然后六月 六月的话因为是失道的校庆 所以我们都会举办一次校庆的活动 然后九月就是秋天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就是会举办一个教育 或者说在四年的活动 然后在年底或是年初呢 以前都说会长是每年交接一次的 所以我们到三月的时候都会举办一个会长的选举跟交接 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有校友 或是外面的朋友能够就是说提供 这种社区服务的活动的话呢 我们校友会也非常乐意 就是说来个支持 或是来个协班或是主办 大家觉得回村子怎么样 有点穿穿吗 但是为了健康 虽然有点生生 还有那个煮包 你又得住 或者是 不是说很好 是像我先生说 像你吃的 我 我 在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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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